你一定是没谈过恋爱吧 你自己睡觉打呼噜 你知道吗 跟打蝶似的 我告诉你啊 我从小到大都没打过呼噜 以后不准说我打呼噜 吃早餐 快坐吧 你跟我 你家叶小姐肯定是睡觉睡到大中午的 你那是刻板印象 我可是每天七点就起床了 不好意思 我再去给你做多一份 好 过来过来过来 那个 宁元 我第二期那分红 什么时候能到场 三个月后 三个月 都怪我非要打中脸冲什么胖子 这下好 都卷了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对了 那除了分红 那些股票 什么时候能到我手上 这个得跟戴池人交接 不过戴池人好像在海外 小姐 小姐为什么这么急着用钱啊 还不是因为这个地主 风把屁 有了 快来快来快来 你跟我 分头行吗 快迎回家 方先生辛苦了 方先生辛苦了 饭菜呢 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在这里 都是宁元的手艺 请坐吧 好 感觉今天他们特别异常 可能饭里有毒 你先试一试 不是吧 老大 你还不如送我去火星 那些都是你们的 我没钱 只配吃这个 等等 我要吃你手里那个 嗯 先生请用餐 感觉差点东西啊 您再试一下 来 那祝二位 用餐愉快 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 利用食物相可 让人中毒而亡 死于无形 还没有留下证据 没事了 这么好吃 有毒我都吃 老大 这么背的曲子啊 别听了 别听了 你们俩到底想干什么 冯先生 您不喜欢这首吗 那我换一首 叶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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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了 求求了 方先生 方先生 您对我的服务还满意吗 这个是今天的账单 账单 我和您演员今天总共完成了 除草 浆花 玻璃清洁 做饭 以及音乐表演等十八项服务 根据市价您需要支付我们 一共是一千二百五十块二毛五分 这么少吗 没算错 叶小姐 放心 就是这个价 如果你们想用这种方式 来抵消在我家的开支 我觉得大可不必 我们家有固定的阿姨 你们做这些 徒劳 方先生 您不能耍赖啊 您看 为了拉圈 我手都拉红了 我们家音箱可好了 现场表演才比较有感觉嘛 天桥上卖艺的 拉得都比你好听 我 这样吧 看在你们今天这么努力 表现得还不错的份上 谢谢老板 快点 快快快快快 撒我 撒我 我还没说完呢 只要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我可以让你免费 住一个月 你可不要打我主意 不客人